祝你下午餐 祝你下午餐 嗨 大家好 我是娜娜 好久不見 今天娜娜要來教大家如何做日本的傳統新年料理 おせち料理 看看這豐富的菜色 馬上跟著娜娜一起來學習 第一層主要都是放偏甜的食物 這些偏甜的おせち大部分在超市都買得到 所以我這次就買了這一個迷你的包裝來做給大家看 中間三個 是現成的東西 就這樣把它從包裝拿出來裝盤就可以囉 這四個商品需要先做切的動作 首先是以打卷 以你習慣的尺寸切開就可以 接下來是錦玉紙 下面有一片木板要先把它切開 我做了對切再切四整份 接下來是紅白魚板 下面一樣有木板先把它切開 日本人喜歡紅色跟白色互相交替的擺放 所以我就是先採取對切 然後再把紅色跟白色的部分交換過來 一樣這樣的排列順序的話 我們就可以排列出非常可愛的紅白對稱的圖案喔 整個在おせち料理的上面看起來也會比較冰彩多分 進擺盤 首先是我們剛剛切好的紅白對稱的魚板 放上我最喜歡的たてまき 甜甜的蛋糕口感 在裝飾盤裡放上たつくり にしき玉子 にしき玉子 還有我第二喜歡的くりきん丼 這個超甜超好吃的 擺上我手做的たたきごぼ 然後なまし放進中間 放上かつのこ 這個裡面都是上萬顆的魚卵吃在嘴巴 ぷちぷち的 最後放上我們的黑豆 第一層就完成了 第二層主要是魚以及肉類 在家裡花時間自己準備 首先是象徵長壽的蝦料理 加入300cc的水 放入一個柴魚條裡包 開火煮沸它 等待煮沸的過程中 我們來處理一下蝦子 用牙籤把蝦子中間的長泥 把它清理出來 這個步驟雖然比較麻煩 但建議還是做 接著我們來處理一下蝦子 長長的鬚鬚跟角的部分 很建議還是把它剪短 比較不會去刺到 接著我們在煮沸的柴魚湯裡面 加入一大匙的醬油 以及一大匙的味醂 最後再加上一大匙的砂糖 把它混合均勻即可 把蝦子放進來 煮燙熟之後放涼 放涼之後我們就可以放進保鮮盒 把剩餘的湯汁也放進來 送進冰箱 第二道是象徵出人頭地的獅魚料理 以及我想吃的干貝 首先我們先取100克的酒破 然後再加上三大匙的白味噌 這邊我忘記放酒了 再加入三大匙的酒 把它攪拌均勻就是 醃製干貝的基底囉 然後把干貝放進去 放進冰箱冷藏 接著我們來處理濕魚 我們撒上鹽巴 來去除濕魚本身的一些水氣 等十分鐘之後 用餐巾紙把上面的水氣吸乾 接著我們做脹消的基底 首先加入四大匙的醬油 兩大匙的味醂 兩大匙的米酒 把我們的濕魚放進去浸泡 這樣就可以囉 放在冰箱冷藏 拿出了我們冷藏一天的濕魚 以及干貝 把它放進去烤箱 建議烤10分鐘到15分鐘 來看一下狀況 我們濕魚這樣已經是完全OK了 但干貝好像火候不太夠 所以我們再多加烤5分鐘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成品 哇 干貝也烤好了 上桌 最後關於肉料理我挑戰的叉燒 在油鍋裡面放入些許的油 然後放入青蔥 我們把這一塊豬肉的四個面 都煎到成金黃色之後 就可以把它放進去萬人的料理鍋裡面 幫我們做處理的動作 這道料理做起來其實不會很難喔 我們在調理鍋加入400克的水 200克的酒 以及兩匙的糖 三大匙的醬油 接著放入薑蒜 然後把剛剛我們烤好的豬肉放進去 還有蔥也給它放進去 在我們的料理鍋 按到適合的Menu 我們煮一個小時35分鐘 煮完之後真的是超級無敵香的 滿屋子都是這一個叉燒的香味 我們把外面的網剪開來 把汁倒進去 放入冰箱冷藏 明天就可以把它拿出來切片 把它切好片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把它放進 我們的オセジ料理裡面喔 第二層的擺盤 我用了一些在百元商店買的 綠色的葉子來做裝飾 首先我們擺上蝦子 哇這個聞起來真的無敵香 然後把我們烤好的獅魚放進來 還有不能忘記的就是那香噴噴的味 一盞酒破干貝 這真的看起來超好吃的 我都佩服我自己怎麼這麼天才呢 然後最後擺上叉燒 第二盤的擺盤就完成囉 第三層是以燉菜類為主 我煮的是幾個煎 首先我們先來洗乾燥的香菇 接著把香菇泡到水裡面 我們處理蓮藕削皮 然後接著沿著外圓切三角形 途中因為刀子太大 所以我換了比較小的刀子切 切完三角形就可以呈現一個很漂亮的花唷 接著我們放進去泡有醋的水裡面 這樣可以避免蓮藕變色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胡蘿蔔 胡蘿蔔一樣我們也要把它切成花的形狀 沿著邊緣切五個V字形出來 把它拔掉就會變成一朵小花 其實處理起來不會很難 大家可以試看看喔 這就是我切下來的小花形狀的胡蘿蔔 我們來處理蒟蒻 蒟蒻這個部分也是日本人很愛吃 我會習慣在中間畫一條線 這樣我們接下來可以把它捲成一個日本人喜歡的喜慶的形狀 就是這樣往中間捲過去 我們就可以變成一個結的樣子 這個在日本是很有喜慶的氛圍的喔 接著一樣的步驟 我們把它全部從中間穿動 打成可愛的結 我們全部做好了 接著處理雞肉 雞肉也是切成一口大小 你想要吃多大就切多大 對啊切肉其實還蠻累的 切切切 接著把它放到旁邊備用 處理牛蒡 牛蒡我是買這種已經洗好的了 然後把皮去掉 我習慣切成六等份 這樣比較入味 來處理乾燥香菇 香菇我們已經還原出來之後 皮變軟 就可以稍微在香菇的表面切個可愛的形狀 把蒟蒻稍微過一下熱水 我們來做基底 首先是酒五大匙 醬油五大匙 糖四大匙 麻油一大匙 雞肉下 我們全部的裝飾的東西也下 牛蒡啊 花啊 香菇啊 好的 接著我們把蒟蒻下下去 蓮藕也給它放下去 香菇的汁也不要浪費 倒進來放下一個茶魚料理包 放進我們的萬能鍋裡面 它會幫我們煮好喔 選好 menu它就會幫我們煮好的 需要調理三四五分鐘 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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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狀況了 哇 不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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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來擺盤囉 這個擺盤非常的簡單 就是把我們全部的料放進來 把裝飾用的蓮藕 紅蘿蔔 香菇 分別擺上來 最後再加上一些 綠色的碗豆夾裝飾 這樣就完成喔 非常的簡單 大家一定要試看看喔 日本在新年的時候會吃這樣子冰冷冷的料理 主要是為了減輕母親在新年期間做飯的頻率 所以他們傾向 事前先把可以冷藏 象徵吉祥的意義的料理 備好放在冰箱 吃完之後就把盤子疊起來放進冰箱就好囉 新年期間的早上就重新裝盤 端出來跟家人一起分享早餐 感謝收看到最後 如果有喜歡記得按讚分享訂閱喔 我們下一集見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掰掰